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的灵修 我们要把启示录第八和第九章 关于七个号的灾难 做一点点的介绍 作为我们灵修的进度和内容 在我们探讨这些灾难的描述之前 容我先说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就是阅读启示录这一类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掌握这些经文的广角度的描述 千万不要去注意太多细节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细节并没有传递一个广角度的意义 而整段经文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 这才是启示文学写作在《试经》上 所要追求和掌握的事情 有了这个作为我们解释和阅读这段经文的大前提的话 我们也再加上有好多经文的描述 其实是有很多旧约背景作为前导的 假如我们正确地掌控了了解了这些旧约的背景 对我们解释启示录的经文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们假如看第八和第九章 真是看见许多苦难的出现 但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是苦难很深 但是主的恩却是真真确切 所以苦难深 主恩真 在第八和第九章 这吹响七号出现的苦难中 非常密切地和出埃及的时候 神给埃及人的十个灾害是息息相关的 特别在十灾中 第一灾 第七灾和第九灾 所记录的内容就是血灾 出枕子的灾 还有下冰暴的灾 就在这吹七号的这一个记录里面出现了 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联想 那就是在启示录讲到末世的苦难的时候 原来是让我们也要让读者去思考 神过去在出埃及的时候 让百姓们看见对埃及人的审判的记录 这个的平行关系呢 使得我们心灵中就有一个出埃及的图像 在阅读启示录的时候是不可忽略了 这样看的话 我们就发现约翰其实是透过所看的异象 更是把过去神拯救的一个记录 和当时的读者连接起来 简单地说呢 当时的读者就好像当年出埃及的群体一样 那现在他们所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呢 就好像一场新的出埃及的过程 那在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见 其实教会就是新以色列人了 于是出埃及就是过去以色列人 蒙神拯救的记录 而启示录这里记录的教会的蒙拯救呢 就是新的以色列人 新的出埃及 这些主题岂不就是彼此呼应 借着旧约的背景来衬托了在教会时代 我们所面对的挑战 既然有一个出埃及的这么强烈的背景 作为了解这世上苦难和审判的灾害 整个解释的基础架构的话 那么这个基础架构就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试经方向以及信仰的指标 那就是过去神怎么样在出埃及的时候得胜 今天这位不变的神也能够在末世的苦难中得胜 当然仔细看这些经文 除了出埃及的这个背景之外 其实启示录也有一些的其他旧约的引用 譬如在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 这边讲到血和豹子 其实血和豹子这两件事情 又受到约尔书这个旧约的背景的影响了 那么约尔书讲到有血有火等等的末世现象 这样子去了解启示录 给我们带来一个丰富的色彩 这个色彩就是约翰看见天上的异象之后 透过神的感动 也将旧约中许多关于末世的描述 混合在一起 充分地表达神大能的审判 以及神永恒的得胜 有了这个信念 当我们去阅读这些有关审判和灾难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抱着一个恐惧的心 而是应该抱着一个感恩的心 庆贺的心 庆贺什么呢 庆贺神永远会得胜 最终会得胜 可能我们现在也在某种苦难的过程之中 但是千万不要气馁 因为正如出埃及一样 神会在苦难中使祂的子民得胜 今天教会时代 也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任何苦难之中 神带领我们超越成为一个新的出埃及 经历新的出埃及的新的得胜 愿神让我们今天亲自经历新的出埃及 新的得胜 因为神永不改变 愿神祝福你 你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